歡迎收看這禮拜的腹肌影師Vlog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電影是 電流大戰 愛迪生一位我們在銷售時藏歌頌的偉人 凱摩 長大後我們看見不同於課本故事書之外的 專利蟑螂的黑暗影 而這次的電流大戰 又會讓我們看見怎樣的愛迪生呢 本片許主愛迪生成功推出他所研發的電燈泡後 堅持使用直流電的方式來點亮全美國 但一樣看見電流所開啟未來的趨勢的事業家 喬治、威斯丁豪斯選擇開發較為便宜與有效率的交流電 在雙方各自擁有不同產品的優劣情況之下 一場掌握電流掌握緊流的電流大戰就此展開 直到一位不受使人理解的天台特斯拉的出現 讓這場交足的電流大戰發生了關鍵性的改變 對於這部《卡斯堅強》但發行是相當坦克的電影 我一直都充滿了高度的興趣與期待 而這次由班乃迪克·康伯白劇所實驗的艾迪生 再一次的實驗一位當代的天才 但這位天才增加了更多道德上的拉扯與自大表現 不管是他堅持極見或是對於對手抹黑的手法與算計 都讓我對這名角色增添了許多反派色彩與負面觀感 不過也從他在做每個決定時都能從他的演技上看見他內心的真正 反觀與他對立的由麥克·夏隆所實驗的威斯丁豪斯 完全成為了一位充滿理想更為勵志的女士 看見一位理想家面對抹黑也要堅持發展他所認為最好的產品 而當中由凱瑟琳·華特森所實驗的威斯丁豪斯的妻子 瑪格麗特更是亮眼 兩夫妻的關係呈現了完美的化學效應做到相似相前效應 令我到後期更關注這位角色是否能夠成功完成他的目標 而由另外一位演員尼古拉斯·霍特所實驗的傳奇人物特斯拉 就成為本片在戲份上被分配所犧牲的角色 表現出來的只有一些悲劇的經歷 預計劇發人深省的經驗 更鮮小讓我去認識這位角色 也凸顯出這部電影的可惜之處 對於每位角色的背景以及故事都過於表面與填飽 讓我對於這些真實的歷史人物故事 感到有一些些的不難做 不過這部電影雖然有這樣的缺點 但有個特色讓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那就是本片在檢舉與視覺效果上非常具有巧思 讓原本不太具有娛樂性的唇槍舌戰 成功靠著俐落的檢舉 將這樣的內容給視覺化 感受到當時這個競爭氛圍下的緊張 以及運用雙方想利用電流來提升人類生活的畫面 卻創造出來了電型的畫面去做切換 給了我更多一成的情思 還有利用電燈所做出來一些令人驚呼的排場 也給觀眾在視覺DM上不一樣的感受 最後我認為這次的電流大戰 對於想要利用這部電影 來瞭解幾位歷史先進的朋友來說 是並不太夠的 但它俐落的剪輯讓整個電流大戰 非常的流暢且目不轉睛 以及幾位盯尖遠遠的演出 也絕對是能夠說服觀眾的 讓這部電影絕對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加速 那麼如果你是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傅基我們下次見